火火了 油脂分泊非常好 我在拍片給大家看得到 多孝順多孝順 但連我爸爸70大壽 我都沒有跟他好好慶祝 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探訪 I've been smiling so damn much It kind of hurts Laffin' so damn hard If you're so good It's such a rush Prioritize and enjoy Loving kind as faithfully Only have time 今天是一個人去山深的野外板 今天是一個人去 可以說是露營嗎 其實我不過夜 不過是一個野外的地方 煮食 今天帶了很多好食 還有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天 超長的團長聊天室 會和大家回顧一下我的2021年 和分享我的2022年的目標 現在找個沒什麼人的地方 我們開飯了 好 終於搞定了 搞完一大堆 我已經是不想吃東西了 總之我長大過的海底撈子 熱火鍋來吃 今天這段影片應該 節奏會是非常之慢 如果大家是比較趕時間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留下這段影片 可能睡覺之前 或者一些你比較有空的時間 可以輕輕鬆鬆地看 來吧 煮東西吃了 好 今天呢 我生魚了 帶了很多食物來 首先第一口吃 首先是水果是火龍果 好爆光啊 之後呢 今天厲害了 帶了很多食物來吃 首先第一位是 哇 糟了 一堆東西變了 這個是我昨天和朋友一起做的蘿蔔糕 我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做蘿蔔糕 我會有一個影片出的 不過不知道是這條片還是哪條片 好了 那有蘿蔔糕 這個厲害 這個是 多謝 糟了 不知道讀他的那間 那間店叫甚麼 這個是一間凍肉店 Larian Rock Butcher 他就請我吃的一些慢煮食物 這個是其中一包 因為我最想吃這包是牛舌 就是你不懂煮食也可以變大廚 因為他說煎熟他就可以了 哈哈 這個這麼棒 我看到它的醬汁 我覺得很適合送飯 所以我還帶了一盒金像牌的即食飯 這個還要是日本飯 我之前吃的Sukiyaki 即是吃的日本燒肉 哇 超好吃 超感 超方便 好 是不是真的帶了很多東西 對了 糟糕了 我現在連爐都未知怎樣開 哈哈 天啊 還要帶了一個罐口湯 如果真的很想喝就喝吧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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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經過買了三隻鹽焗蛋 人家不知道我以為我要過三天兩夜 其實我是一個下午就會走 還有 還有 因為如果有追蹤我IG的朋友 也看到有一間賣餃子的公司 最近經常請我吃餃子 他最近伸出了一個新年的禮盒 有三款餃子 然後加上櫻花蝦的EXO醬 超棒 超棒 我打算配我今天自家製的蘿蔔糕 這樣吃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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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不要笑我 這個是我媽媽上Youtube看 做的印尼糕 當作是甜品吧 我今天很厲害 這個陣容真是 說得明 我今天真的 這條影片我不是怎樣剪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很慢的節奏 大家不要介意 我眼前呢 嘩 我眼前真的很厲害 看見這麼多食物 還有一雙鞋 OMG 我一直都在想 到底我應該要先煮蘿蔔糕 還是先煮飯 因為兩樣東西都用 現在我覺得最重要是 看看怎樣開爐 我的天 我的天 我剛剛上Youtube看了 不好意思 不要用 你不開就沒事 哈哈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你這裡關了個爐 我可能是開到最大 才扭掉 哦 明白明白 麻煩你 麻煩你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已經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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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舌飯 大佬 好棒 超香 嘗嘗 嘗嘗牛舌 一定很好吃 看樣子都知道 我一放進去 煎的時候 我猜它本身 因為這個牛舌 它本身是慢煮的 我猜它已經是 充分地入味 然後是有一個 秘製醬汁 所以我一煎的時候 它已經是超香 嘗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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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嘗嘗嘗 吃那些188元 一碟飯 那些日本飯的感覺 嗯 嗯 我想說這隻米呢 很適合吃燒肉 很好吃 我一知都沒太多 這肉真的一知都沒太多 很脆 而且它那個牛 是保持到少少酥酥的味 很好吃 很香 而且這個是慢煮的牛 我開始想煮 它慢煮完 然後我還要煎熟 這樣就會很硬很老 我 完全是 我咬是完全沒有難度 很好吃 如果我將來有癢 做情節大餐 我就一定會光顧它 然後就像自己煮的東西很厲害 那些油脂分泡非常之好 嘩 嘩 而且我覺得它不算貴 這一包好像是雞死了 掉了到人間台 又塌了 叫死 真的要 唉 要買個醬給人 哈哈哈哈 剛才燒第二回合 因為第一回合 我沒有拿到醬汁 然後剛剛這一回合 我倒了一大量的醬汁 很美味 對 一直以來 我都會有朋友跟我說 你作為一個飲食的Youtuber 你真的要 學一下怎樣形容食物 不要只說好吃 而且很好吃 但是呢 嗯 怎麼說呢 我個人呢 是 在我享受美食的時候 我真的想吃 我又不想說 用太多腦去想 這個牛呢 又怎樣怎樣贏 然後那個醬呢 又有些什麼酒 嗯 我就想專注在我的美食裡面 總之呢 我就是說好吃 什麼東西自己就去自己試一下 就是這樣 因為呢 我都會尽量更加 妙服美食的詞彙 事實上 這也是我醬汁 胡客做成圓 椰包 粉 反而拿出 琳瑰 就是因為太多料 不要緊 借這個鍋給我的人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他應該不會罵我吧 雖然借桌子給我的也是我的好朋友 但他是一個處女座的好朋友 所以他會罵我 每一口都會咀到有臘腸、蘿蔔絲、櫻花蝦 他會咀到有臘腸 他會咀到有臘腸 食完食後就和大家聊天了 其實我今天早早在家裡 和家人有些可以說是振扎嗎 其實是我自己在發脾氣 所以今天整個早上的心情都不太好 所以有想過不拍的 但我都定了今天是拍了 那就繼續拍了 現在就跟大家去回顧一下我的2021年 我會分享一點點 我已經在2020年 2022年其實我已經定立了一些目標 其實2021年對我來說 都算是不錯的一年 雖然有COVID令大家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甚至有些人經濟上很有困難 又或者可能家人身體不好 但這一年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算我大學和副學士之後 真的七、八年 我覺得算是最好的一年 但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在想2021年的時候 我省起我幾個月前 我接受了港台的一個訪問 我當時不是以一個YouTuber的身份上去 而是我朋友的帶協 那我就上去分享我差不多十年前 去台東打工換宿的一個經歷 其實我想起的時候 這件事都挺悲哀的 即是我在北原業之後 都做了七、八年事 我好像這段日子是空白 我沒有東西可以值得分享 是要走到去 要分享一些我十年前經歷的打工換宿 其實我已經是忘記了自己做什麼了 所以我是很強勁的 那個訪問 然後我又再想起 我有一次跟我媽媽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好像她就見到她的同鄉 你知道遇到同鄉 多數都是在互相分享自己的女兒 自己的兒子有多厲害 我真的那一刻有些覺得對不起我媽媽 因為她居然是跟對方分享我十年前去英國一個月 然後去了捷克三個禮拜 去了捷克三個月 她居然是跟她的同鄉分享我這個十年前的經歷 我又再次去反問自己 喂 到底我這幾年做了什麼 但到今年我終於覺得自己有些東西是值得我去記住的 好 接下來我也想用四個most 即是四個資序 去跟大家記錄一下我的2021年 第一個資序就是最深刻 最榮幸的 most memorable 其實我這一年最深刻的一條片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就是這條片 就是跟我媽媽上山吃sukiyaki 那個深刻不是說這個食物有多特別 它是好吃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最難忘是因為 它是我第一個 因為YouTube然後有人請我吃東西 那我就因為有人請我吃東西 我就可以有這個藉口 去帶我媽媽去這些地方 去體驗一些她平時一定不會試的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經歷是很開心的 我現在看那條片 我也覺得是很開心的 即是 我猜啊 我猜我媽媽雖然沒有說出來 但她也會很 proud自己的女兒 喂 有人請我吃東西 那麼厲害 那我也覺得挺值得記住的 好 那第二個最呢 就是我最欣賞自己這一年的改變是什麼 我發現我整個人是很輕少了 整個人是投訴少了很多 因為在我這七至八年的工作生涯裡面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每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飯 我多數都是在那裡 唉 飯果很慘 唉 很想遲職 唉 老闆怎樣怎樣 其實整個人是經常都很負面 但是我回顧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今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COVID 所以少了可以吃東西 但是我發現我少了很多這些 跟朋友出來吃飯 然後就是去投訴 去說這些不好 說這些不好 反而是真是去珍惜 跟朋友一起很開心的時刻 那這個呢 也是引伸了我第三個之序 就是 一個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得著 這一年裡面 你的生活可以突然間有很大改變的一年 享受當下真的很重要 你先不要走 真的不要走 很老套 我經常都說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經常都說活在當下 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活在當下 但是我今年終於明白了 就是你要好好感受 好好珍惜你當下的感覺 以前的我一定是在那裡滑桑拍照 放不同的姿勢 假裝看書 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想 立刻在IG上分享 分享 很威風 但是我現在是 因為我要拍片 所以我也要拍一些東西 但是我盡快拍完我拍的東西之後 我真的好好享受這個環境 我再說一個例子 就是 我以前 不知道有沒有人 是憎恨自己的工作 憎恨到很想日子快點過 很厲害 你很想快點去到星期五 然後九月又很想快點去到十二月 過了最盡的季節 去到十二月又很想快點去到新年 因為新年就可以辭職了 就是你經常都很想時間快點過 快點過 因為你覺得太痛苦了 所以你很想時間快點過 但我現在真的反過來 我很想時間 可以很慢很慢地過 好像上幾個星期 我和朋友去露營 我覺得那天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我那天不斷地感受當刻的開心時刻 而且我很不想天黑 天黑很不想睡覺 睡覺很不想那麼快醒 醒了很不想睡快走 因為我真的很享受當刻 和朋友一起的開心時刻 這是第一個我不想時間快點過的原因 第二個 就是家人真的老 有一首歌是 世界都去了了 還沒好好感受戀情走老了 我以為我哭還是笑 這一下 總之類似的是 總之說 你一直都沒有去認識你的家人 其實他們已經越來越老 但當你去認識的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很老 那天我爸爸姜姜跟我說 那天是他的70歲生日 那天已經是晚上9點多 然後我還不記得我做什麼 好像在宿舍剪片還是什麼 總之我那天覺得 哇 我真的 我在拍片給大家看得到 多孝順多孝順 但是其實連我爸爸70大壽 我都沒有跟他好好慶祝 我今早跟家人吵架 其實我是跟我哥哥吵架 然後我就一路之下 我就說了一句 我說我說一個好消息給你聽 你接下來不用跟我搶廁 因為我已經定了我四月要離開香港 所以你慢慢享用你的廁所 然後我那天看到我媽媽 她是很難過 她簡直說了出來 她說她很難過 但是我不知道我媽媽會不會看這條片 如果你看到的話 我很想跟你說 我是會回來的 還有我 我很想可以快點去做好這個頻道 然後給你們更好的生活 我不可以再遲了 即是我再遲 可能我爸爸退休了 他現在還在工作 如果我爸爸退休了 我不可以這麼任性地 給這麼少家人家人 我不可以這麼任性地 遲了一份工作 然後去外國 所以其實現在是有COVID 我也要真的去搏一搏 我不想在我35歲 38歲 40歲的時候 然後我才一直帶著這個遺憾 所以 我也不是說去完之後 我就會 那個頻道突然變成有10萬訂閱 但是我真的想努力一次 然後我想快點去做這件事 希望 希望 我可以 真的 找到多點錢 可以改善到家裡的生活 因為其實我家裡的環境 很差 我一直都不發現原來家裡生活環境差 會影響到心情 還是沒有所謂的 自從我租視程序 其實我會在ardoiram 才飯 還躺著 我оть路座 所以有相當多的場合 所以我想快點 做出這個問題 當然 如果能改善好 就是這麼 最美中不足的事 我第一次這樣說 我覺得最美中不足的就是 我未能拍拖 其實我的心情是怎樣呢 我不是很渴望有本來陪我做一件事 或想快點結婚生孩子 但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未感受過一個很長的關係 然後找到一個他很愛我 我很愛他的人 我從來都沒有這種經歷 我覺得當我感受生命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沒有試過 以前都是暗戀一下 或跟別人曖昧一下 也不算是甚麼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我在香港找不到 在外國也不知道找不到 如果你們有甚麼好介紹 麻煩認真一點 留言告訴我 inbox告訴我 或者你喜歡的話 自賤給我也可以 好 說完2021年 我吃回我媽媽做給我的椰子 拿出來整個 不知道有沒有臭 很好吃的 我媽媽做這些 很厲害的 看 我不知道這些是甚麼 黑糖椰汁 糯米糕 真的跟平時我在印尼商店買的 現在沒有一樣的味道 我聞 好了2021年 我差不多總結完了 在我賣向2022年前 之前我想放入一個 可不可以說是廣告 也不是廣告 也不是廣告 是一個分享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用的包包 大家是否覺得很熟口臉 這個包包 在我和媽媽去沙田 旅行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介紹過 為甚麼我今天再介紹一次 因為其實這個包包 對我來說是很意義重大 首先 這個牌子 M-Strong 是我朋友去開設的 一個本地品牌 我自己覺得 他平時都會找很多不同的KOL 去合作 但是 我和其他合作的KOL 是很不同類型的 那些多數都是 這些樣子 但是 他當初找我去 送這個包包 其實他是想給我鼓勵 因為 我當年後的時候 我有許過一個願 我就說 希望我今年可以 有 至少一宗廣告 其實他當時看了我的願望 然後 他就找我 所以 其實現在我很多時候 如果我要去拍過夜的影片 又或者像我今天一樣 要帶很多東西 我都一定會揹這個包包 再加上 如果我會離開香港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著這個包包 去陪伴著我 因為他是 陪我經歷很多 這部分我不是說得太多了 這裡有很多蚊子 真的 好辛苦 好了 正式講完我2022年的目標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還是其實一點也不想知道 很簡單 我這次只會分享兩個目標 因為其實我這兩個目標 如果我可以達成的 其實我裡面是可以 會滿足很多東西 第一個 就是我今年 是我認真第一次 是希望可以 去達成自己的一個 櫃檯單 是不是被我吹掌 櫃檯單 裡面可以有十幾個願望 COVID 令我們出不去之後 我發現 我以往是 看到有很多 哇 這個景色很漂亮 又或者是這個 哇 我很想做 很棒 但我看完就算了 我以前是 覺得這些東西很棒 但我覺得是很遙不可及 我不特別去 把它放在我真的要做的事 但我發現不放不放 我就不放了三十幾年 我就錯過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 所有這些東西 我一我是想做 立即捉進去 立即保留我的櫃檯單 其實沒所謂 達成不到就達成不到 達成不到就達成不到 而我的櫃檯單 裡面有些什麼 我當然不告訴你們 好了 第二個 我希望我今年 可以有一個 除了團長這個頻道之外 我可以有另一個 屬於我的品牌 說真的 到底這個品牌是賣什麼 我不是跟大家買關係 是我心裡真的沒有想法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是我事在必得 我一定要做 因為我一直以來 已經很想做這件事 好了 到最後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知道 喂喂喂喂 為什麼你2022年沒有減肥的目標 你放心 我知道我還沒減完 你們不要經常這麼緊張 又說你不減肥了嗎 你什麼什麼 放心 減肥旅行團3點0 即將宣布開始了 只是我現在還在放自己的價錢 還要 要不然我今天怎麼吃這些東西 我來這裡喝水而已 吃蘋果 吃火龍果 我還是給自己放多一點價錢 那我就會和大家一起去 開始減肥旅行團3點0 所以如果是因為我減肥而認識我的朋友仔 大家可以繼續緊貼追蹤我 好了 直升機都來叫我回家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你陪了我一天 2022年有一個更好的開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謝謝